這個相關的方法只要建議盡量不要做錯 把程式寫對,那要如何寫對 除了格式上面可以做區格之外 然後另外的話,我自己個人習慣是我會把 只要是正確的版本,然後我會把它放雲端上面一個範本一個範本 那以前剛開始寫程式的時候,程式我還會準備一個筆記本 如果有一些程式很重要我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有時候都要看一下,然後呢 直到我很熟之後的話,那個部分我就不用看了 所以那個筆記本,當我已經熟悉之後 那個筆記本不知道要丟哪裡去了 不過前提是你已經夠熟之後 你才有辦法把筆記本丟掉 但你不熟之前你可能還是要一個筆記本 不管你是實體的也好,或者你放雲端也好 每個人的方法都不一樣 反正前提就是,用什麼方法把該記的記熟 然後呢該寫對的規則把它做熟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就是在工具輔助上面 所以VBA裡面有很多功能,其實還蠻好用的 像我剛剛一直強調說 按F8,OK就組航 或者是射中斷點 這個都是好方法 甚至還有一些我會用什麼 檢視裡面還有像即時運算視窗啦 或者監看視窗啦等等的 那這些其實都可以輔助 只是說剛開始如果不熟的話 我建議你慢慢反正先把重要的部分先學好 然後其次有時間再慢慢摸索 那以Sale這個工具我覺得倒還蠻妙的 因為它出來已經超過30年了 可是它30年前長的樣子就跟現在其實差別不大 而且現在還是繼續這樣用下去 所以它其實我覺得它有個蠻厲害的地方 它永遠不是最熱門的 但是它永遠也不會是最不熱門的 反正呢 目前看起來好像就是說要取代它的工具 其實似乎好像也很困難 我發現雖然說它一直要花錢去買 但是其他有很多免費的 可是問題大家還是不去用免費的 反正還是要花錢去買 這點我倒沒辦法理解 因為我很久以前我一直覺得說 它很多東西不用錢 那可能以Sale很快就沒有人要用了 結果沒想到沒有耶 反而現在用的狀況還是一樣這麼多 這點讓我覺得蠻覺得不能理解的 ok 而且你會發現很早以前 很久以前的程式語言已經換了很多代了 像從C、C++到Java到Python等等的 它其實換了很多種不同 但是VP、VP 這個什麼 Excel、VPA其實都還一直存在著 ok 而且一直都還是會有人用 雖然它絕對不會是最多人用的 但是也不會是最少人用的 而且辦公室裡面用的人還真的蠻多的 ok 主要原因很簡單的 我是覺得它很 怎麼講 你就不需要說你 假設你還要在就是寫程式 你又用別的工具來寫 那裡面你要跳到外面去 然後你資料又要再匯進匯出的 其實倒有麻煩 你直接在以Sale裡面什麼事都搞定了 那它的缺點可能就是說它的語法相對是比較老舊一點 不過我覺得老舊歸老舊 語法不也都差不多 大概就是該有的東西都有 好 那所以剛剛特別注意 全部折線圖2 最後做出來就是說 我們原來是這樣子 縱向的 刪掉之後 改成橫向的兩個 一個兩個 然後差別只是說我現在的那個寬度把它改成本來乘以10 現在乘以5 所以這邊也是乘以5 那我剛剛做的方式是先做一個美元的 這第一個 然後再做人民幣 然後再思考說當什麼時候它會換到下一個列 所以就是這個不換列 這個也不換列 這個換列 這個換列 這個應該是第4 所以基數不換列 偶數才換列 所以我大概整理出一個規則 所以剛剛我的程式 這個全部折線圖2 其實主要還是來自於全部折線圖 這個規則 但是沒有變了 那會改變的地方就是說 我多了一個邏輯判斷 裡面的話就是說在貨迴圈裡面多一個邏輯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很多程式大部分都這樣 回圈裡面就根據你要處理的事情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兩個一個基數一個偶數的話 那你就是兩重邏輯 可是如果你是三個 那你就三重邏輯 如果四個 其實是多重邏輯 所以我們剛剛講if 什麼呢? i這個詞假設mode mode2的話意思就是說 我除以2之後的餘數如果為1的話 那表示它是基數 then我要做什麼?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先把邏輯先敲好 然後反字就是 所以上面是基數 底下是偶數 ok 那如果基數做什麼呢? 基數做這個事情 記得這個基數就沒有加 k等於k加10這個就不放 所以把這三行放到這邊來 然後按個TAB鍵 這個是基數做的 那基數的話還有改哪些地方? 基數地方好像就是 寬度好像本來是10變成5 所以這個寬度 這個可能要 因為這個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程式太長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加個變數 如果你不改的話 反正就是自己的改寬度 然後再來的話 偶數部分的話就是一樣 這個地方就是一樣這三行 其實就比照那個 上面是美元的 下面的話其實是人民幣 人民幣有差哪裡? 就是labs這個位置 加上5個寬度 所以這邊加上5個寬度 所以我把這個5個寬度把它複製過來 複製到哪裡呢? labs後面加上5個寬度 意思就是說我先放美元 然後再5個寬 5個藍的寬 然後再放那個人民幣 那因為呢 你會發現喔 因為基數下面沒有k等於k加10 所以它不會換 那什麼地方要換? 你不能放在這個外面 記得要放在偶數的下方 因為只有偶數列 偶數的地方 才會換 所以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陳述寫完的吧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其實 主要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 第一個啦 一定就是這個邏輯 所以其實邏輯 很重要 尤其在回圈裡面 如果你假設要做一些變化的話 那其實就是透過它 那它有點像是那個工廠裡面那個什麼 像篩選的機器嘛 那個比如說橘子大顆就是往左邊 小顆往右邊 有沒有 然後再更小顆 那就是有點像是那個篩選的機器 所以它如果等於1 那就是這個 這個是1 那反之就0 0的話就偶數 所以基數跟偶數 分別做不一樣的事情 差別應該就只有那個 Labs加上這個10個欄寬 還有呢 就是k等於k加10 上面沒有 那這樣應該陳述寫完了吧 我印象中這樣ok了 所以改這些地方 那最後其實把它刪掉 我看執行 我剛剛有加了一個按鈕 OK 看一下 沒問題 所以其實 大概就是改剛剛的這個邏輯判斷 那將來如果你遇到別的 呃...程式的話 其他地方也大概雷同 那你說除了用mode2等於1 這個之外有沒有別的 當然一定有啦 不過我目前想到的應該是這個是比較簡單好理解的 看有沒有更簡單的 如果不用邏輯判斷 也許可以在step上面換一個方式 那當然啦 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再做個變化 這個我想就請各位自己試試看好了 就是呢 如果今天有兩個嘛 那如果今天要三個的話 美元、人民幣、歐元 然後他們寬度各三個就好了 三個欄寬 不要五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那其實一樣嘛 你可以拿這個2來改 把它數字過來 那如果要改成3的話 就名稱改成全部折定乎3好了 那其他總數應該是一樣 也是for i 等於1到10 因為總共10藍 那個是不會變的 會變的應該就是說呢 我如果第一次的話 那改應該是改藍 藍寬一定是要全部改成 改成列一樣還是10 寬改成3 所以這邊一樣都是改成乘上3 OK 就是不是乘上5了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要三個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在這邊改一下 Mod3 如果等於1的話呢 那表示是第一個 那Mod等於2的話呢 那表示第二個 Mod等於0 剛好就整除 就第三個 所以其實 這個做法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 如果我是第一個 等於是美元的部分 就做這個式 那如果我是第二個人民幣 記得哦 把這個if 再複製到else的後面 叫做Lif 其實還蠻妙 Lif就是第二種狀況 就等於2 等於是人民幣 1,2 然後呢 它這個做法的話就是向右 向右幾個? 向右三個 記得哦 這邊不要加 那什麼時候加? 所以最後的話 你可能就是說在這邊 再把這個 等於3的話 那當然就是else 所以你可以這邊貼上之後的話 等於是第三種 第三種你可以 Lif等於0 或者是說你甚至不寫 你就是else就好 而剩下就是 除此之外就是第三種了 就是整除了 就是1,2,3 能夠被3整除就換行 所以記得哦 這邊不要換 這邊不換 那其他還有哪些要改? 這個地方 這邊要加6啦 因為它要變成兩個 這邊一個是 那下一個的話就是 跳3欄 然後再跳 再3欄就是乘以2啦 就是6 OK 那寬度的話 這個就要換 所以k等於k加10 加在這裡 那其他的話都不變 OK 那寬度 列高都一樣 列一樣10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可以 把它輸出成3個吧 我看一下 3個看看 看一下結果 對 1,2,3 4,5,6 有沒有 那就可以3個就可以把它併在一起了 那將來甚至你還可以怎麼樣 在哪個地方變化一下 就是說這個地方可以變化 這個是叫折線圖 如果你將來要換別的圖 你就把這兩個參數變動改掉 那將來就可以在可能就是3欄 就放不同的這個形態的圖 那這樣不就也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哦 所以剛剛我們又做了一個 叫做折線圖3 全部折線圖3個 所以最後final的結果 也許請各位就是試試看哦 當然第三個這個我講比較快 不過原理原則都是一樣 有沒有 所以刪掉 第一個是全部折線圖 這是2個 這是3個 你想說老師那我不要4個可不可以 一樣 無法炮製 OK其實規則差不多 那 OK試試看好了 那後面其實哦 可能還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 現在我們是把資料跟圖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那 未來如果我今天希望哦 我的資料在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圖放在另外工作表的話 那這樣該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反而比較合理啦 因為如果你通通放一起 感覺真的蠻擁擠 變成你要這樣子移來移去哦 這些倒我覺得也不OK 你剛才切過來就一個圖 一個文 一個圖 然後一個資料 把它分開來 那會其實將會更好 試試看哦